詞曲 李宗盛 為什麼會寫這個呢 因為 退休之後 這個沙拉上看電視馬上就讓電視看我 我說這樣不行 這樣會有好話 那不如就動筆劃 那就開始寫 那開始寫 什麼資料我都沒有留 因為沒有準備 文化水平根本不夠中國寫東西 但是非動不夠才動筆劃 就慢慢的回想 以前等等滴滴慢慢滴出來 立場是我的前輩 我也跟立場 跟當小助理到後來我第一部電影 立場是我的攝影指導 那個攝影指導的時候也是很新的 在台灣的歷史裡面幾乎是沒有這個過程 但是立場是我等於是啟蒙老師之一 謝謝立場 像立場剛剛說那個輸命到500 現在都是電動的 以前全靠立場的手 他一個手掌握機器 一個手那個鏡頭很長的 就是全身是拉的很硬的 然後他要很像機器一樣的柔軟 讓鏡頭慢慢拉開 那個是真的是專業到不行的專業 那時候我們要當攝影師最怕就是這個東西 印賞在工作的時候它是非常的安靜 他每年非常早到片場 然後就把攝影第一個鏡頭架好 他就坐在攝影機後面 一句話都會講 拍戲以前是沒有螢幕 那時候攝影師有絕對的這個掌控權 所以他要從Finder裡面看到所有的畫面 去安排所有的細景 不像現在一個螢幕放在後面 片子拍的過程 拍完過程 大家七嘴八舌都可以有意見 那時候是沒有這樣 那因為這個沒有觀景器 那拍在裡面 所以這個OK 絕對要負大的責任 所以要 我雖然是A型 是猶如寡斷 但是訓練成 一定要當機率的 OK就是OK 這本書中間 其實他們都是在講 令塔的一些 他對電影圈的觀察 跟過程 那其實真正的核心 我覺得最困難的 就是那個技術的傳想 我想這不只是一本自傳 那這個自傳裡頭 其實提到了很多的故事 我覺得也是一個人生的奮鬥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堵足了台灣電影的一段歷史 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裡頭 看書裡頭去 可以到很多的樂趣 好 因為我認識 我很可以的那一點 所以我在寫那個段子 去的時候 我特別想要這一點 在人生裡面 能夠把所有過去的事情 很精采的 而且有點像歷史 又很 又是讓大家 且可以去寫遺的 而且還充滿了八卦在裡面 如果想知道的話 剛剛林文錦先生特別強調 請大家看看這本書的封面 封面說明了攝影師跟攝影機之間的關係 那冰哥剛才也特別強調 他們是怎麼樣 在Finder底下 看著一個一個的畫面 捕捉下電影最精采的一些片段 這裡面 從畫面的選擇 大概可以看見 林文錦前輩 林文錦這位攝影師 他對於這個工作的專注 在拍攝現場是完完全全不講話 完完全全投注在電影的拍攝行列之中 有電影史 有電影的專業 還有電影的八卦趣味 這本書的多元性多樣性 因此非常值得大家好好去認真研究 閱讀